國家兩天院的藝術出走計畫 邀請了民謠大師陳明璋 洪婉然布袋戲團長 還有臺灣年輕的編劇和導演 把貨櫃改裝成舞台 巡迴全臺灣戶外演出 這個作品叫做阿莊師的 Ladio Ladio是日語收音機的意思 這個貨櫃改裝的時代收音機 將會全臺走透透 變成一間現場廣播錄音室 陳明璋會邊唱邊講 臺灣古早的文化和故事 跟大家一起回憶 美麗寶島的歷史 巡迴臺灣演出的阿莊師Ladio 在臺上出現一幕幕臺灣生活的演變 陳明璋用四十年來創作的經典歌謠 貫穿全聚以音樂唱出時間的流動 還是要跟他們講一些比較 比如說七零年代六零年代我們這一輩子 就是什麼活著的那個故事 陳老師他們的音樂在舞台上就是那麼的 有一種很隨性的自在 但是在這個氛圍裡面那些音樂傳達出來的情感 確實真的是很深厚的 陳明璋的音樂帶觀眾遙想過去 也結合戲劇演出 像是重現當年長途客運 金馬號的營運情況 一九五九年臺灣汽車客運公司 新台廣東推出 登多客運金馬號 若然說到金馬號設備是很舒適 裡面的座位可以坐坐又可以坐坐 靠近的電風 哪吹哪吹 本班車由高雄開往台東 全長是198.1公里 行駛的時間大約需要五個小時 在六零七零年代電視還不普及 收音機就是接受訊息跟娛樂的主要來源 一個小小的收音機跟他們平常生活 跟工作的內容的場景 是完全貼合在一起的 那這是為什麼選擇用收音機跟廣播 來呈現那個年代的故事 一個比較重要的原因 洪婉人團長吳榮昌 剛扮演現場廣播主持人 他接受觀眾點歌 朗讀來信或電話分享 以此串聯起整個作品 我們在排練過程 其實慢慢會有回縮一些 我們自己的生活經驗 那我想這個東西就是 我們看怎麼樣努力的 可以呈現給觀眾 那個時代的某部分的氛圍 像他對於台語的口白的掌控 然後如何把這個語言 變得非常的生活化又很禮俗 那這個都是替這個演出 非常加分的地方 用貨櫃改裝成演出舞台 載著藝術家的創意 巡迴各地 讓每個人都可以重新溫習 台灣過去的美好年代